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除了我们每天看到的 那个确诊的数据之外 其实也看到一些新闻 只有一些患者的家属 遭到歧视的问题 对 那么就会引发 很多不同的一些状况出来 对不对 是 到底这样的一种 事情的发生 对患者和家属本身 造成的影响多大 是不是也会给他们心灵上 带来一个很大的冲击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请看看大姐姐 自2019年12月起 新冠疫情肆虐 扰乱了全球人民的生活 至今为止 这场疫情还未平息 甚至还对一部分人 造成了心理上的伤害 日前 据一项研究表明 约400名新冠肺炎患者 在接受治疗中 有超过一半的患者 被发现患有 至少一种精神疾病 如创伤后应激障碍 焦虑症 失眠 抑郁症等 创伤后应激障碍 是在经历令人震惊 害怕或危险事件后 出现的一种障碍 许多患者和医护人员 在疫情期间或之后 均会产生抑郁 焦虑等紧张情绪 尤其疫后幸存者 可能是由于长期的社交距离 对感染他人的担忧等等 进而让罹患创伤后 应激障碍的几率大大增高 身体虽然被治愈了 但心理问题又该如何疏导呢 该如何帮助他们 重新融入社会呢 是的 从这里我们看得到 其实在这个疫情期间 大家会做很多的自我防护等等 但是很多人就会忽略到 有一些患者 当他们康复之后走入人群 那么其实他们所面对的一些压力 不只是他们 他们的家属等等 都会面对同一个压力的 是 今天我们就把 其中一位患者的家属 给请到我们的线上 跟我们一起来做访问的 就是我们的COVID-19患者家属 林佳贤 佳贤 你好 佳贤 你好 大家 你好 首先要谢谢佳贤 是 愿意跟我们线上视讯连线 对 因为这个也是需要一个勇气 你之前就已经承受了很多压力 对吧 是 可能我们首先说一下 佳贤你的家属是两位妹妹在交早前 那就是确诊为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病患 对 对 对 是 我两个妹妹 是 能不能跟我们聊一下 那个过程是怎么样 是今年10月发生的事情 对吧 对 10月18号发生的事情 是 那两位妹妹是职业是什么 我两位妹妹都是副事 一个是在ICU里面工作的 一个是在OD里面 就是开刀室里面工作的 两个都是副事 那她们是怎么发现自己确诊的呢 她们只是一点点小感冒 然后她就去 因为我的第一个妹妹 她是怀孕双胞胎 然后她有一点小感冒 然后她的妇产科医生就告诉她说 这样子你现在在怀孕双胞胎 体质会比较弱一点点 倒不如你可以做一个试试 COVID的试试这样子 然后怕因为你的体质会比较弱 怕会感染到COVID 这样子她就去做试试 过后她就确诊说她是得了新冠肺炎 我知道两位妹妹现在已经是康复了对不对 也是就是回去自己的工作岗位了对不对 对 两个妹妹都已经回家了 然后已经开始上班了 是 那很好 那佳贤当时两个妹妹就确诊之后 我相信你家人 大家整个家族应该都会很紧张对吧 然后你们我知道你们都自我隔离了 可是那时候周遭的这个亲友 给你们的是不是有一些部分的亲友 给你们了一个比较负面的反应 是的 是的 有的是不算是亲友吧 只是外面的认识的人而已 就是认识的人而已 是 他们就是开始打电话来啦 信息来啦 都是开始第一句是问问候 可是第二句开始呢 就是就是在问看发生什么事啦 然后你们家里人确诊几个人啦 这样子有几个人还可以活着 我觉得这些都是很担心的 讲这样的话 有几个人还可以活着 对 是的 可能他们就是在原语上 就是可能怎么说 会比较出动到你们啦 其实 其实很多人对这个新冠肺炎 老实说虽然说每一天 我们通过这些媒体 去报导给大家认识 但是还是很多人对他认识 就是一知半解的 对 那所以也会就会 可能在言语上就是会怎么说 会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就是问你们 那当下其实你们和你的双亲 收到类似这样的一些可能简讯 电话等等 你们的感觉是如何的 我想问 真的很伤心 很伤心那种感觉 真的是无法去形容的 因为在你无助的时候 然后还等待其他家人的报告的时候 真的是那种心情真的是 从天上好像掉下来一样 这样忽然间真的是一边空白 不知道要做些什么东西 是 因为可能就是周遭的人他们害怕 然后他们就指点了 恐惧 哪一家然后谁就可能确肿了 我们不可能跟他接触 等等类似这样的一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那个当下可能你们家人就是 突然间好像不懂得找谁来帮忙 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感觉 我们都不敢找其他朋友帮忙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病会传染给其他人 是 也有小部分的亲戚朋友 他们都很好 他们都主动地打电话为后我们 说你们需要什么食物吗 需要用什么用品吗 我们都告诉他们说可以的话尽量是不要 我们的食物都足够 他们都很乐意地说没关系 把食物放在门口就可以了 没有跟我们接触 可是我们真的那时候真的是 很感激有这小部分的亲戚朋友 那嘉賢 我想问一下 其实你的可能左邻右舍 或者是朋友 左邻右舍 就是他们如何知道 就是你们家人是有人确诊的 是因为有这个政府人员 来到你家进行一些消毒的工作吗 是的 是的 因为第一时间我妹妹确诊过后 那个政府认识他们就直接到我妈妈家那边消毒 还有我妹妹家消毒 这样子就全部人都开始都知道了 可是那个时候你们其他的家属成员 也去进行了有关的检验对不对 然后出来的报告是质的 对 是的 但是就是可能身边的朋友也不理这回事 总而言之就是你们家里面有人确诊的话 我们就要避开 然后就言语上有一些攻击了 是吗 对 是的 他们我们虽然我们的家人 其他的家人都没有感染到都是质的 就是他们的眼光和他们的讯息全部都是 就是远离你 是 知情语言也保持距离那种感觉 对 有一种冷漠的感觉 连我们的家门口他们都不敢经过 是 我可以理解 因为我也可以想象得到 比如说每一次哪个社区传出有确诊的个案的时候 大家都狂上那个面子书 看照片 对 哪里 就那种恐惧可能主宰了他们的那个心灵 以至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同理的一个动作 但是他自己可能不知道 是 可能我相信在那段期间 你们也是比较难熬一点的 可是我比较就是想关心一下 我相信家中也是小孩 那小孩也是有上学 会不会也是有遭到一样的一个对待 对 一样的 小朋友都是一样的 他们去上学的时候怎么样 他们有一开始的时候 在学生家长的信息里面 他们都开始的在问是哪一家的小孩 然后不知道那个小孩 有跟我小朋友在一起玩过吗 然后就想说我的小朋友 之前跟他玩过不知道会不会被感染到 是 这样子的事情 都会害怕 对不对 这样我想问一下 就比如说这段事情已经告一段落了 就是妹妹也是上班了 其实都康复了 可是到现在为止 对你们家人造成的心理压力还在吗 还在 我们心理压力都还在 因为为什么都 虽然他们的嘴巴上没有开始在说你 可是她的眼神 她们的动作 我们还是可以感觉到你们还是在排着我们 在排着我们的这些妹妹被感染 然后我们这些家属这样子 还是会感觉到的 可是这里我要强调一下 因为就是佳贤两位妹妹都是医护人员 老实说 白衣天使 对 白衣天使 老实说她们真是为了自己 就牺牲了自己的安全 然后可能一个就是在这个加护病房 另外一个就是在那个手术室里面工作的 所以其实她们是高风险的 然后她们也不想得到有关的这个新冠病院 对 但她们还是毅然在前线服务者人群 对 所以希望说我们身边的朋友 都能够理解到这一点 但我很好奇的是 现在你们为了克服这个心理压力 对 怎么采取了哪一些措施 是 尤其是家中的长辈妈妈 年纪大了 对 或爸爸 要怎么安慰两个老人家呢 因为我们在隔离的时候 我们都不可以在一起 待在一起 都是隔置在自己的家隔离 所以我们每天都跟爸爸妈妈的沟通 电话里面沟通 跟她们每天都聊天 让她们知道说 还是有人在支持她们 不要说因为两个妹妹是护士 然后确诊过后很伤心这样子 不要再伤心 要正能量去面对这个事情 那小朋友呢 小朋友年纪比较小 他可能也感受到同学对他的害怕 那你们怎么去安慰小朋友 是 我自己本身就会告诉我的小朋友 我会告诉她说 现在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现在两个小姨跟三姨 已经确诊生病了 然后我们不可以出门 要待在家 因为我们报告还没出来 我们哪里都不可以去 我们都会告诉她全部的事情 让她们明白现在我们是在家 待在家是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她们去学校跟她们说 到时候你们去学校的时候 应该怎么去面对你们的朋友 面对你们那些老师 我们都有告诉她们 一一地告诉她们 那现在还是在网课嘛 对不对 所以暂时还是不需要回到学校 那小朋友适应得好吗 我们这边几打钟已经开始有上学了 已经开始上课了 都是去学校上学了 然后她们去上学了 过后呢 我的小朋友回来 她也说说 有的小朋友有问候她 怎么你们又来学校 可是有的小朋友就想说 你有生病吗 我妈妈讲说你生病了 不要跟你在一起玩 这样子 对 很伤心 可是因为我们之前已经有告诉她 我们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她回答她的朋友就讲说 你们不要再乱说话 不要再说我生病 我们没有生病 我们检验出来 我们检验出来都是不错的 这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对 所以家庭成员是很重要的 你懂吗 就是教育 就是可能双亲要如何 就是跟家人沟通 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 就可能嘉贤就是有父母亲 对 然后下面又有小孩子 所以要跟他们说明白 可是在这里我们还是要 就是跟各位的观众们 其实真的我们不要去启示 或者是就是可能去 某某人确诊了之后 那我们就是袖手旁观 是 然后就去披视还是等等的 这样的一个举动 当然我们也希望通过 今天嘉贤这番话 能够让更多的观众朋友 也了解到说你们的处境 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感染的风险 是啊 我们就是要学会同理他人 如果有一天发生在我们身上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走出来 所以非常感谢嘉贤今天愿意 跟我们视讯连线 谢谢你 谢谢嘉贤 谢谢 好 我们活力加油站在这里 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将会更深入地去探讨 有关的这个课题 其实我们刚才看到患者家属嘉贤 他在这个整个过程当中 我敢肯定地说 因为他说心理压力 是 一直都没有放下 那其实是很接近我们常说的 那个创伤后压力增后 对 也就是说是一个PTSD的一种情况 就是那个创伤后应激障碍 对 这就是今天我们开这个主题来探讨的 是 这种症状会影响一个人的心理健康 对的 那么要探讨这个课题 我们今天特别就是邀请到了 我们身心灵的导师胡佩文老师 佩文老师 你好 你好 佩文老师 你好 主持人 你好 是 我们讲这个创伤后的应激障碍 是 能不能请老师再给我们更详细地解释一下 它是一个怎么样的心理健康的问题 好的 这个PTSD其实一向来从苦至今 是 老师好像断线了 是 好 没关系 我们让技术人员去处理这个部分 是 那么其实有关的我们谈到这个PTSD 一般上就是发生了一些事情之后 然后就是会导致它 可能可以说是一种心理的压力来的 对 通常这种事情是一个很重大的事情 比如说我们听说过 战争过后很多前线的战士 对 他虽然捡了一条命回来 但是他每一天晚上他可能都会发噩梦 梦到他还在战场 然后他丧失了他的一些同伴等等 对 又或者说是那些经历重大的车祸 对 可能就是小孩子他的父母都走了 他目睹了整个车祸现场 是 以至于以后他搭车 他可能都会有这样的恐惧症 没错 是想象就比如说好像在这个疫情的期间 那么刚刚我们有就是加闲的这位我们的这个康福者的家属 对不对 你想象如果真的是整个的社群就远离他们之后 是想象一下就在未来的日子里面真的是有一点困难的 是 所以要怎么样去克服这样的一种创伤后的一种心理的变化 是的 让他们可以持续地在生活中保持一种很正面的态度去处理生活事务 这个真的是不容易 所以我们要再把这个镜头转到我们的Wendy老师 佩文老师 请佩文老师再跟我们聊一聊怎么样就是解决这个PTSD的问题 佩文老师 好 好 谢谢主持人 不好意思 刚刚断线了 是 没问题 佩文老师可能来讲一下PTSD详细其实是怎样的 好 其实PTSD在从古至今经历了很多大事件之后 比如说战争 911 还是说很多这种世界很大的一件 比如说现在这样子的疫情情况下 通常这样子的PTSD都会变得比较普遍 那其实PTSD是什么呢 其实它就是一种精神上的一些疾病和一个症状 当一个人他的接受程度没有到那么大 比如说发生了战争 疫情 还是说等等这些大事件之后 这些事情是一个人的内心接受程度以外的事情呢 就很容易出发这个人的一些精神上的一些创伤 明白 那么在这种创伤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无论是当事人是经历的人 还是他只是旁边的见证人 就是他只是看到而已 其实都会产生这种所谓的创伤后遗症这样子的一个障碍 明白 可是老师你有说到就是在这个疫情期间 我很想问就是可能在疫情之前 以及之后那么这些病患是有没有增加呢 其实如果说我们在这个马来西亚来说 卫生部还没有真正的进行一个统计 但是如果我们说全球来说 在美国的这个 美国的这个 他们在这个疫情之前呢 他们的统计是 差不多每一百个人 有七到八个人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医生部的病毒 可是呢 在之后呢 其实是有明显的增加 其实这个增加的过程当中 我们其实显而易见就是因为很多人 你看现在都还没有真正一个 确切的解决方案 是 然后很多时候 人们在一个很不确定 未知的恐惧和担心未来 反反复复的这种增加确诊人数 其实都会让整个人的这种内心恐惧 一下子就浮在这个表面上 就很多人其实就会有增加情况 那我们想问一下 那么患病的人群呢 其实大概有多少种呢 其实患者本身 就是说如果是确诊者 他们在于面对跟这个病魔 又在隔离的情况下 其实非常大的几率 还有包括就是这个患者的家属 因为他们在一个不知道对方 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病症状态 分分钟可能要面对死亡的恐惧 其实他们这种旁边的目睹者 也有非常大的可能 还有最大的可能就是这个前线的医护人员 因为他们每一天在面对各种的确诊者 然后甚至家属给予的心理压力 还有包括甚至很多的死亡病例 其实这一些当一个人的内心 真的是没办法去承受跟接受的时候 就会有这种反弹 然后相对的医护症状态就会出现 是 其实马来西亚还是坦白说 我们的病例还是控制得稍微好一些 假设在印度 巴西 美国这样的地方 我知道甚至是其他的人 一般的民众 他也感受到整个社会的焦虑 那个紧张感 或者他越多大量的这些信息 他有一种供情的压力和伤害 是 是 所以其他人其实也有可能 患上这个PTSD 对吧 是 就算是没有患上或者确诊的人 在于这样子一个大环境 经济上甚至确诊人数的增加 甚至是各种的负面新闻的出现 其实也会让一个人处在一个 长期焦虑的状态里 是 是 那么即使整个的全球疫情缓慢 或者甚至得到解决方案之后 其实都还会有一群人出现 这种所谓的后遗症 明白 他们可能就会害怕出门 害怕与人接触 然后甚至说很多东西都要消毒 就形成了一种心理上的障碍 对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那么前线人员主要原因 他们会就是可能获得有关的这个病 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当一个人他在 比如说一般的医护人员 医生 护士还是说一些警察 他们平时来说 我们说可能过去这几年 也没有相对地去遇到 如此大型的这样子的一个 全球疫情的大流行 对不对 所以他们突然间 在没有做好任何心理防备的情况下 需要去站在前线 然后你知道吗 又没有解决方案的情况下 只能每一天再观察跟接受 要被迫要接受那种所谓的变化 可能就过程当中这个人还没治疗好 又下一波人就进来 所以其实他们的心理压力是 我相信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所以可能突然间突发的事情 吓到了 你明白吗 然后因为其实看到这样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 然后有关的疫情一直在蔓延 其实自己也会担心自己的这个安危 其实很多 我好像听说很多前线医护人员 尤其担心自己把病传回给自己的家人 所以他们回家他们就是很紧张兮兮的 就洗澡了又洗 手洗了又洗 也不太敢抱小孩子 这种可能都是这种创伤后压力症候的一些症状 对吧 对 其实相对的 其实在这个前线人员很多我都听说 他们甚至有些都不敢回家 他们就宁愿住在宿舍 或者是说医院安排的一些住宿的地点 他们都不敢真正去接触家人 可能长达一个月两个月的时间 所以这就导致说他们在心灵上没有一个寄托 然后很多时候甚至是要防备着自己的那种感觉 相信其实带来不少的心理压力 每天都在作战的感觉 那我想请教一下佩文老师 那通常这种有创伤后的这种压力的朋友 您看过就延续的最长的一种症状 大概可能会持续多少年呢 其实要看患者本身 他们采取了什么样的一些行动 比如说也有人可以是一辈子的 也有人可能是一两年就好了 也有人可能他们真的采取行动的话 就比如说来见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治疗师 他们的这个速度 康复的速度会好很多快很多 明白 可是老师我想问一下 比如说有一些人本来已经有了 这些心理疾病的人 那么他患病率会不会比较高一点呢 这是肯定的 因为其实当我们说 心理疾病其实跟我们大脑的结构 是有非常大的关系 就是说当一个人他有 比如说他原本都有忧郁症 或者家族的一些遗传心理疾病的话 他们的大脑的结构 跟一般正常人会相对的比较不一样 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们在接触这些大环境的刺激的时候 相对其实这个他们的承受能力 会比一般人来得比较低 就稍微所谓的比较脆弱一点 是 那么过程当中 其实患病率会相对的比较高 那老师 照你看 因为小朋友如果他经历重大事故 他可能不太容易像大人那么 容易表达他的情绪 他的问题 那一般上会不会小朋友 患上这个PTSD的情况 其实挺高 而我们不自知的呢 是 其实小朋友 因为他们本身不懂得如何保护自己 就比如说我们大人化 我们还有一个自治能力 就是说我们可以选择去自己去消化 还是说我们去采取一些真正的 一些心理疗程的行为 但是小孩子更多的时候 他们没有这样子的 好像电脑我们都需要有防疫病毒 人脑也是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 防疫这个负面病毒的机制 所以小朋友他们相对来讲 是一定比大人脆弱一点 那他们患上的这个几率其实也很高的 明白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我们还是有配文老师呢 我们一起聊这个课题的 我们首先现在来看一下 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 到底有什么呢 提高睡眠质量的方法 温水洗脸 晚上睡觉前使用温水来洗脸 能有效地缓解疲劳 不仅可以促进脸部的血液循环 同时也可以帮助放松大脑神经 对长期面对失眠状况的人 更是有着改善睡眠质量的效用 其中良好的睡眠质量 更是可以帮助增强身体免疫力 降低生病的几率 按摩 睡觉时身体基本上处于放松状态 而紧绷的肌肉将会影响睡眠的质量 因此按摩能够帮助放松肌肉 并且让人更易入睡 建议睡眠质量欠佳的人 在临睡前按摩头部 脚底以及手部 按摩头部可以达到缓解疲劳的作用 按摩手脚不仅能够促进血液循环 同时还能减少因手脚冰凉而引起的睡眠问题 睡前不要大量喝水 临睡前 喝大量的水会造成肾脏负担 半夜频密的起床上厕所 更会导致睡眠大受影响 然而 当人处于熟睡状态时 有一体内的水分流失 会造成血液中的水分减少 增加血液的粘稠度 因此临睡前还是可以适当喝少量的水 帮助减少血液粘稠度 从而降低脑穴酸风险 欢迎继续收看《火力加油站》 刚刚我们节目当中就有提到在疫情期间 就是患上PTSD的这些人群就会越来越高 那么其实可能有些人患上这个PTSD 其实他自己不懂的 因为我们人一直在吸收有关的压力 对 可是有时候我们不懂 其实会爆发出来 我们以为已经克服了 对 那这些症状是什么呢 我们再继续请佩文老师给我们讲解一下 是 一般上如果有一个人 他是经历了某一个事件 有一种创伤后的印记障碍的时候 从哪一些表现我们看得出来呢 好 其实PTSD的人 你可以 等一下我讲这些症状 你会觉得其实挺普遍的这些症状 但是如果他说维持一段时间的话 其实那就代表说可能要稍微注意了 比如说一个有PTSD的人呢 他会时常就是说在日常生活中 他会时常有那种闪过的画面 就是那种很负面的那些画面 还是当时那种很恐怖的那种情景 就之前他所面对的画面吗 对 所以他是不能受控制的 他就是会一直出来 那么也有一种呢 就是说他会时常做噩梦 时常同样的噩梦 但是也有可能是不同的噩梦 但是内容都是很恐惧的 很害怕的那一种 其实都是有其中一个症状 那么当然呢 有一些人他们就是会比较 比如说他们会刻意地逃避 不想去谈这件事情 还是说等等之类的东西 就是刻意地去逃避 比如说讲到这件事情 他的情绪可能会非常地害怕 比较波动一点 很恐惧 是 然后包括呢 PTSD的人 其实他们就长期处在恐惧当中 所以他们对这个生命 还有生活未来 比较没有太多的希望 其实能活着他们就觉得 其实是很痛苦的事情 那当然 我举一个例子问问老师好了 就像我有一个朋友 他经历了他的家里 他的母亲癌症去世之后 他好像突然性情大变 他从一个本来很计划未来的人 到后来他直接就活在当下那种 手上有的钱都花光去旅游 去买东西 他整个人生观改变 这可能也是一种PTSD的症状 对 对 当然一个人他不能够接受 曾经发生的事情 比如说亲人去世 还是说等等之类的东西 其实只要是一个人 他的接受范围以外的事情 承受不了 对 承受不了 他就有很大可能进行这个 那老师就是 对 可能我相信就是每一个人都会有 只是到底是轻还是重 对不对 是 那我相信可能就是PTSD 也是比较怎么说 普遍的就是他可能 就会面对一些失眠的问题 是不是 对 对 因为晚上都是脑袋里都在想这些 过去的不愉快的事情 是 那有没有一些人可能会变得 特别的暴躁 焦虑之类的呢 是 当一个人他无法去消化这样子的情绪 跟过去的时候 然后他如果觉得这个错是别人的错 他就会很大可能就是对身边的人 这个世界 政府 还是说相关的人 他就会有很大的这个情绪 比如说发脾气 有愤怒 愤怒等等之类的东西 他会很多埋怨 很多埋怨 然后觉得这个世界对他不公平 是 那有一部分可能他会变自责 对 就自暴自弃 很跟你说 那可能他就对生活有一种 很强烈的无力感 那从此以后他就没有再怎么说 没有再好好过日子这样 很随便 很充满这个怎么说 对生活失去希望的一种状态 从此以后我们有一个要点就是 症状超过三个以上的很大几率 就患了这个PTSD的 那所以可能大家就是可以要注意一下 可是佩文老师我想问一下 如果一个人他长期就是 一致处在这样的一个状况 会引发怎样的一个后遗症呢 其实当一个人他长期处在这样子的PTSD 你要知道一个东西就是说 心里当他无法承受的时候 他的身体可能会帮他去承受 有些人在这件事情当中 他可能之后他就会变成体弱多病 然后甚至是很多的其实 你们知道吗 百分之九十的疾病 跟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甚至有掉头发 因为情绪消化不了 对 失眠 掉头发 甚至可能会想不开 对吧 对 自残 自杀这些 本来是一个心灵上的一个问题 可能他就慢慢就会影响到 你的这个健康问题的 是 那老师要怎么去舒缓这个问题 或者怎么去帮助自己发现到呢 其实当一个人长期的就是已经有一段时间 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处在这样子的负面消极 对生活总是抱怨没有希望 甚至有这种自杀念头 跟甚至会有自残的行为 我们就要真的很注意了 那么其实我的强烈建议就是说 如果还没有到自残自杀的一个严重的情况呢 很可能就是说给自己有一个转念的一个心态 就是人生很多时候不如一直是十有八九嘛 那么我们重新 很多人就是在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 第一个行为就是抱怨 埋怨 但是我们能够与其去抱怨 我们不如问自己我们从当中学到什么 用一个学习的心态去面对生活 每一件事情都是会教会我们成长 所以这是我们对于我们自己可以去提升 关于内在心灵成长的一块 当然相对有些人真的是做不到的话 非常建立就是说来找我们这样子的催眠治疗师 因为其实当我们治疗师 我们能够站在第三方的角度 去帮助对方用客观的角度 因为当事人有盲点嘛 我们就能够去帮助他们 能够去看开一点 然后甚至说看一个比较正面的一个情况 在我的个案当中其实也有非常多 就是相对的忧郁症啊 PTSD甚至焦虑症的情况 很多时候都是面对了一些很大的事件 比如说家人去世 还是说生意失败等等之类 甚至是说疫情的情况导致生意的败落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接受不了 他们就会来找我们 那找我们的时候我们做什么呢 我们就会通常就是让他 他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很可能这件事情它不是一个结束 它是一个新的开始 当一个人他转念的时候 其实他的这个内在 可以慢慢去消化这些过去不能消化的情绪 他就会慢慢地能够走出来 对 所以心灵指导师就是另外一只眼睛 忧郁症和PTSD其实它分别是在哪里呢 其实忧郁症是比PTSD更加普遍 在马来西亚如果说卫生部的统计 百分之三十的人都有忧郁症的 而忧郁症其实是比较多 PTSD是创伤比如说一些大事件发生 然后相对的这些心理产生这种排斥的反应 忧郁症其实是长期的一个累积 它还可以有很多的原因 可能是童年的不幸 还是童年从来都没有得到爱 这些等等之类的东西都会引发忧郁症 甚至学校霸凌 网络霸凌 都会引发这些忧郁症 它比较不像是一件大事件 所造成的一个后遗症 所以这是两者之间最大的差别 但是其实他们的一些症状是蛮类似的 很像忧郁症的人 其实他们到时候都会有 通常有一些严重的话 都会有这种自杀的倾向 是 而且忧郁症有时候 它是一种病理性的表现 可能是他脑袋中的血清素的影响 是 那个有可能要配合药物的治疗 对 所以就是面对类似这样的一些状况 最好就是找一些专科或心理的医生 然后去解决这些方案 对症下药才是正题 是 当然其实除了就是 我们讲的创伤后压力症后 其实儿童也有一些常见的心理疾病 我们不能忽略 因为小朋友可能更加不懂得保护自己 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是 所以 是 老师现在 是 好 那么其实我们时间也差不多 那么等一下还是有佩文老师 一一跟我们说的 可是现在我们把时间交给88644 我们来看一下Rick们 今天有什么娱乐新闻和我们一起分享呢 是的 大马的明星 这个童兵玉 昨天就进了医院做手术 然后还坚持不接受全身麻醉 那么刚刚就出院了 等一下会跟大家来一个视讯连线 去更进一下他的消息的 那另外我们也准备了 这个《那些年那些电影》这个单元 里面就有这个 《动画改编真人电影》的整理报导 所以等一下三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 谢谢Rick们 这个时候我们就先休息一下 就稍微来 我们还要继续跟佩文老师来聊一聊 关于这个创伤后压力症后 不过现在先来看儿童常见的疾病 心理疾病 儿童常见心理疾病 自虐行为 年龄较小的孩子 会在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出现自虐行为 比如跪地磕头以及撞墙 此外 常见的自虐动作 还包括了摇头 打头 打滚 捏自己 抓头发 扯耳朵等等 自虐其实是孩子有诉求的一种行为 可能是缺乏安全感或者是情绪 受到了刺激的表现 这时候家长要弄清楚 孩子自虐的起因 并对症下药 比如检视父母的婚姻关系等等 如有必要的时候 更应该咨询心理医生 拔毛皮 有些孩子喜欢拔自己的毛发 如眉毛 睫毛 头发等等 就算是经大人反复劝说之后 依然无法改善这种行为 孩子出现这种拔毛皮 大多是因为心理冲突 如亲子关系不佳 错误的教育方式 人际交往不良 或者是学习压力等 而导致情绪焦虑以及忧郁 家长应该找出孩子 焦虑紧张的问题所在 多沟通 改善亲子关系和教育方式 可以像朋友一样跟孩子聊天 鼓励他们说出心理话 或是多组织一些亲子活动 来分散孩子的注意力 过度恐惧 孩子对某事物出现恐惧感 是正常的 但是超过了正常范围的恐惧 就要注意咯 比如上学恐惧症 对生病 死亡 独处 黑暗及对想象中的怪兽 有所恐惧等等 随着接触的事物 经历的活动越来越多 孩子体验到的恐惧感 也会相应增多 有的孩子甚至会把想象 以及现实混淆在一起 这个时候 家长应该站在孩子的角度 去体会他 安抚他 不要置之不理 更不要吓唬孩子 家长可以鼓励孩子说出恐惧 再适当给孩子做出解释 欢迎回来 今天我们讨论的课题是 创伤后的牙力症候 那个应激的障碍叫PTSD 对 那如果你发现自己和身边的朋友 有这些症状的话 应该要怎么做呢 我们请教一下佩文老师 就是一般上需要心理医生的介入 或者辅导师的介入 对吧 是 其实非常建议 因为当一个人在当下的时候 其实他会一直回想过去 所以更多时候 我非常建议就是说 可以的话 就是来找一些心理医生 或者心理治疗师 甚至像我们这样子的 催眠治疗师 我们能够从另外一个角度 帮他看到这个事情的真相 很多人在自己的幻想当中 会把事情越来越恐惧化 所以其实对他们的病情 其实不是那么好的一个结果 所以我们就能够帮助他们 能够慢慢地往另外一个方向去思考 所以 重新建立他的那种内在的安全感 佩文老师 你的意思是说 有关本人他自己会 就是去幻想其实是很恐怖的 就是他自己会去 会有这样的放大感觉 是吧 会放大那个恐惧 包括可能刚才像嘉贤的一些 比较陌生的邻里朋友 他可能看到这一家人就会确诊 他自己也会放大那个恐惧 甚至他自己也有强迫症了 我觉得不只是家属 佩文老师想问一下就是前线人员 会不会就是他每天看到 越来越多人进来这个医院 他也会觉得 这个病症好像控制不了还是怎样 所以他也是会有那种的感觉 是不是呢 这是肯定的 因为当前线人员 他们每天面对成千上万的确诊者 包括就是说他们很多有一些 甚至死亡的病例 这些他们要面对病人尸体 包括家属等等之类的东西 他们更多时候在没有进行 培训或者预言的情况下 他们一下子无法承受 就会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其实非常建议就是说 有相关的单位或者医院 能够进行这种群体的培训 或者是说群体的心理干预 那这过程当中能够让他们 有一个管道去释放他们的情绪 或者去消化他们这种 觉得很负面的感觉 对 真的就是可能要进行一些心理辅导 可是现在医院也很忙 那些医护人员其实也很忙 那我们请佩文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 如果一旦心理的治疗 辅导介入的话 那在这个重建的部分 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呢 是 其实如果拿一些我过去 就是帮助过的很多个案呢 其实当他们来的时候 我们会让他能够去释放他自己 怎么释放呢 就是说要埋怨的就埋怨 要吐苦水的吐苦水 然后把所有东西就是完全的讲出来 哭出来 就是能够让他有一个疏导的管道 因为很多人其实最主要 为什么会越来越严重化 就是对于就是说他这些情绪 他没有得到妥善的处理 就一直藏在他的心里面 然后不断地放大 所以其实对他 然后就造成后来的这种身体上的问题 等等之类的 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让他能够有一个管道 然后去把这些内在的这些水倒出来 那么我们就会听他说 然后去理解他 同理他 他感觉能够跟一个人连接 然后慢慢地我们就会 在催眠过程当中 我们会帮他就是连接他内在的那些力量 甚至说他的这些信心 原本已经被打击的那些没有安全感跟失望 我们慢慢地帮他去修复 明白 所以他会慢慢地能够重新认识自己 觉得自己的价值感慢慢地提高 所以从当中他就可以慢慢地走出来 刚才佩文老师有提到用催眠的这个方式 那我想问一下催眠的方式是如何去调整他们 是 其实我们的大脑分成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叫做意识层面 就是理性的自己 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感性的自己 我们叫做潜意识 所以很多人其实都一直在理性地去处理情绪 这个是行不通的 那么其实我们要连接我们感性那一块 就是安全感 信心 自我价值感那一块 所以它都在我们内心最深处 我们叫做潜意识 催眠它是一个沟通管道 我们进入我们的内在世界 能够去好好地跟内在这个感性的自己 进行沟通 曾经的受伤 曾经的创伤 慢慢地给他放下 慢慢地能够去接纳 所以催眠它的效果比一般 你跟它辅导来说 其实它的接受度会比较大 因为人在催眠的时候 它的这个接受度会 它的那个意愿会比较大 明白 比较敞开 慢慢地它就能够去重新地 建立它内在安全感 过去所摧毁的 所创伤的那一些 它就会真的成为过去 是 那我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个催眠的方式 和一些心理辅导的方式 这样催眠的方式可以 就是可能治疗的过程当中 是比较短的还是比较长呢 如果说一般的辅导的话是45分钟 但是我们催眠有时候 我们可以用到一个小时半 因为在前面的时候我们是进行辅导 那么后面的时候我们就会让它进入催眠状态 催眠状态的时候 很多人连接感性那一块 它过去所隐忍下来的那种眼泪 情绪会真的释放出来 所以它们会哭出来 然后会有些真的很歇视底里 我们就让它就是 只要在安全情况下就让它完全释放 所以很多人进行催眠过程之后 它的这个康复的速度会很快 因为它已经没有累积的 和那种隐忍下来的情绪了嘛 所以它就能够慢慢地走出来 那有没有人是不能够接受到催眠的暗示的呢 对 有两种人 第一种人就是说 他曾经脑部受过伤 可能车祸还是什么 所以他脑部的结构可能就是 不太能够去接受 可能要多一点时间 那第二种呢 就是听觉有问题的人 因为我们是透过声音来去引导这个人 走进他的内在 所以听觉有问题的人 可能就稍微比较不太能 是 那老师我想问一下 一些比较固执 或者太有自信的人 那么容易引导吗 对 所以这个我们催眠的前提 必须是在意愿的情况下 就个人意愿很重要 所以当它比较固执 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 就很多其实我在我的中心 很多都是妈妈带孩子来 孩子有问题 但是是妈妈的意愿 孩子没有意愿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不建议是用催眠 我们会用辅导的方式比较多 慢慢的先给他打开他的意愿 他知道这个催眠对他的重要性 他也愿意接受的时候 我们才会走向这个疗程 是 那讲到这个妈妈陪孩子来 那显然的孩子是患者 那家人应该扮演怎么样的角色 来帮助这个患者 对 其实在我每一次 帮助这些患者治疗之后 如果他的家人有陪同 我一定会跟他们多说几句话 就是单独跟他家属说 就是我会让他们 就是不要把这个患者当成是异类 其实很多人犯的最大的一个错就是 他们把这些有心理疾病的人 当成是不正常的人 但其实有心理疾病的人 他们只不过是有一个过渡期 但人都是会有情绪 只是他在那个期间稍微多一点 所以其实不要把他当异类 然后要允许他能够讲出来 其实家人的陪伴跟聆听非常重要 很多时候是孩子有问题 然后家长他听不到 他不愿意去听 他不愿意去走进他的内心 就觉得一定要照他那一套 反而是把这事情严重化 所以非常建议就是说要多陪伴 然后做一些他喜欢做的事情 带他出去走走 然后多看 然后慢慢的他的精神寄托 不会寄托在过去的时候 他其实更容易能够走出来 所以家人陪伴其实是很大的一个精神力量点 那么过程当中 其实真的是不要把这些患者当异类 真的 这个创伤是可以说是二度创伤来的 对 所以我们每一次都说 其实家人的陪伴是非常重要的 对 当然还有同理的部分在里头 对 所以我们十分感谢佩文老师给我们这些分享 谢谢你 谢谢老师 是 好 那么我们明天和大家探讨的这个主题又是什么呢 因为在疫情的期间 很多人都是说要照顾好你的肥等等的 那中药当中就是有一种中药就是卖冬 其实它对这个润肺的功效也不错的 是 到底是什么元素让它可以发挥这么好的功效 明天我们请专家来给我们解答 如果你也有任何疑问 比如说怎么样准备这个脉动 准备药膳等等也欢迎你 就发简讯给我们 我们请专家帮你解答 是 那么在这里我们也呼吁大家 不要再启示了 一些就是我们的新冠肺炎的康复者 或者是确神者 那么其实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同理心 是 把姿态放柔软 就是多感受一下别人的心情 那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了 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力加油站就到这里了 明天见 拜拜 好 来 来吧 好 来吧 好 来吧 好 好 来吧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音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